蔡英文总统上任后,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两度代表我国参加亚太经济合作会议,APAC,日前传出她对第三度出席APAC的意愿不高。 宋楚瑜7日表示,今年3月就表达没有意愿,5月间还正式告知总统府秘书长陈菊,请直接另做安排针对宋楚瑜是否三度出席APAC。 蔡英文7月下旬曾回答媒体,时候到了,就会跟大家报告。 但宋楚瑜7日接受年代新闻台新闻面对面专访时,明确表达没有第三度出席APAC的意愿。 对于两次代表出席APAC,女儿宋镇买豆同行,宋楚瑜孩子报,那是对方,中国大陆,提出来的她还透露,在代表出席APAC之前, 她是直接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办公室联系,有经过沟通。 宋楚瑜并强调,她及家人跟对岸没有任何生意来往,我不是买办。 至于蔡总统上任后,对岸希望九二共识成为两岸通关密语。 在访谈中,宋楚瑜也已过去在国民党时期就接触两岸事务,担任相关职务的经验表示,确实没有九二共识四个字,她也曾向对岸反映,要民进党政府马上接受,确实不容易。 但若以九二共识为核心的精神,她们也可接受先前有媒体报道,只高层对宋的表现不满意,让宋非常不高兴。 宋楚瑜表示,事后总统府主动告诉她,那些话绝对不是总统府放出来的。 但宋也坦诚,她曾对国安会相关人员的策略,有不同意见。 宋楚瑜表示,蔡总统上任后,第一次在当年八月就告知要委派她代表出席APAC,第二次更早,五、六月就敲定,但今年三月,她就表达没有意愿,五月间还正式告知陈局秘书长,请府方直接另做安排。 尽管如此,她仍谢谢蔡总统的肯定。 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联合报系资料照片记者陈百亨摄影 分享,中央社台北七日电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今天表示,今年三月就跟总统府表达没有意愿再次担任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AC领袖代表,并在五月正式向总统府秘书长陈局表示,请政府另做安排。 媒体报道APAC领袖代表将从宋楚瑜换成前行政院长林全等,总统府发言人黄仲彦日前表示,相关讯息是特定人事捏造,等确定后就会对外说明。 宋楚瑜今天晚间接受媒体专访表示,她在今年三月时就跟总统府表达没有意愿再次担任APAC领袖代表。 到了五月,正式向陈局表示,请政府另做安排。 宋楚瑜说,非常感谢总统蔡英文让她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,而不是以亲民党主席的头衔去APAC。 当媒体传出是因为表现不好才缓林全时,陈局还主动向她澄清,消息绝对不是从总统府里出来的。 她出席APAC担任团长,若是对团长的表现不满意,是否定民进党政府及外交部的努力。 另外,宋楚瑜表示,APAC领袖代表由谁来担任,这是总统的权利,她不会去质询。 她生气的是有人放话对她在APAC表现不满意,否定团队的努力。 她说,要去APAC不是蔡政府希望派谁就派谁。 2016年蔡总统亲自询问她出席APAC医院时,她没有马上答应,因为她在2014年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见面,建立联系管道,她直接跟习办联系,对外接受,并且提出她女儿宋振卖陪同出席。 对于2020科宋配,宋楚瑜表示,到目前为止,台北市长柯文哲没讲过,她也没讲过。 她说,无影,台语。 但宋楚瑜也认为,柯文哲在台北市议会接受市议员质询时报租口是不对的。 她说,柯文哲讲这个话不对。